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在这里 我在这里 一定要珍惜 如果月前接停 就算地球梦里 我还是和你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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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辞职 我跟黄总报告过了 他希望我亲自跟董事长说一声 请董事长允许 为什么呢 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干嘛突然要辞职 董事长已经找到博英了 所以我的任务也算达成了 现在公司对我有别的安排 可是我希望你留下来协助我 这样好了 我给你们黄总打个电话 让你继续留在我身边 董事长 你这样做 我很为难 毕竟公司有公司的考量 而且当初是董事长 把我从每家接调过来的 现在黄总要派新的任务给我 请董事长谅解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 我就不勉强你了 谢谢董事长 之前 这段期间我也非常感谢你 虽然之前你隐瞒了博英的身份 不过我听柏龙说 你一直很鼓励他跟我相认 我想 他现在愿意回到我身边 跟你的劝说有关 所以我真的很谢谢你 不 该感谢的人是我 谢谢董事长 这段时间的照顾 我现在 最后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有空的时候 常会来跟我聊聊 虽然你不替我做事了 可是还是我孙女的男朋友 对吧 嗯 我会的 董事长 我要走了 你好好保重 再见 再见 又梁 你在这儿坐了好一阵子了 要不要去床上躺一下 也好 对了 休业人呢 这两天 怎么没看到他过来 他有点感冒 不太适合在医院照顾你 所以我让他在家休息 让他好好休养 别急着赶过来 我知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来跟你说一声 我已经辞职了 不再是天河的支援了 辞职 为什么要辞职 这个待会儿再说 爸 今天晚上 一块吃晚饭吧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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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吃水饺的时候 喜欢配着大蒜吃 那还用说 这还不是跟你学的 就这时候想起来 你小的时候 我们每次吃水饺 都要被你妈念 因为我们吃完之后 两个都满嘴大蒜味 其实有个爱你的人 在旁边唠叨 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对了 爸 谢谢你 谢我什么 我妈的戒指 你送给伯茵 没有什么好谢的 我跟你讲 伯茵是我未来的媳妇 我身边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送她 就有这枚戒指可以送她了 所以你要谢的话 就谢你妈吧 看来 你真的很喜欢伯茵 那当然了 对了 我警告你 像伯茵这么好的女孩子 你要好好珍惜她 如果你不珍惜的话 第一个翻脸的就是我 爸 你也太偏心了吧 都还没取进门 你就开始帮她说话 管教训你儿子了 你傻吧 对了 爸 你大概不知道 伯茵本来不姓刘 而是姓林 他的本名就叫林伯茵 林伯茵 其实他就是林董事长 在找的村民 也就是林伯茵的女儿 林伯茵 我真的没想到伯茵居然是 对了 那我问你 伯茵知不知道当年的真相 我的意思是说 他爸爸跟你妈不是相约殉情的 而是被人家设计陷害死了 就是因为知道 所以伯茵的阿嬷才会带着伯茵离开林家 躲到乡下去 还不止这样 阿嬷还告诉我一件事 证明妈跟林庆山确实早就已经分开了 所以根本不可能殉情啊 他还说了什么 还有 爸 一定不知道 伯茵身上 有一条一模一样的项链 你说这条项链 有两条一模一样的 妈跟林青山 打造了两条一模一样的项链 不过那时候他们已经协议分手 不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了 剩下的只是纯真的有 所以妈才会写天堂这首歌 放在项链里面 就象征 他们之间纯真的像天堂一样 爸 我告诉你这些 不是要你去报仇 我其实是希望你也离开天河 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跟我一起走得远远的 我们可以重新生活 自贤 这件事情我们讨论过很多遍 我是不可能改变我的决定的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辞职 是不是他们比你走的 那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不想绝入林家的内斗 我也不希望 你去躺这个浑水 好吧 既然你不想说 我也不勉强你了 我们就开开心心 好好吃顿饭吧 可是爸 我 之前我问你 有多久了 有多久了 我们父子两个没有像这样好好吃过一顿饭 是我想我们就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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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 这样就好 我不想破坏这个气氛 爸 好了 快吃了 水饭都快凉了 水饺都快凉了 你们怎么来了 兄弟 我们很久没有一块喝酒了 好 来 今天就专程来找你喝酒了 我们痛快的喝他一杯 其他的什么都不谈 对 痛快的喝 进行的喝 绝对不谈你被迫离开天鹅的事 糟糕 哥 我说出来了 明明说好 不提的 你一开口就提到人家痛醋 对不起 对不起 志祥哥 你没有很难过吧 你们两个够了吧 再演下去都不像了 怎么样 我们两兄妹的搞笑演出 有没有让你心情好一点 不是好厚的啊 是啊 我们听伯音说你离职了 都好担心你喔 你心里是不是很不满啊 吐出来啊 原来是伯音跟你们说的 谢谢两位 其实我还好啦 没什么事 怎么会没事 我听了又替你火大 我看啊 干脆明天我陪你去天鹅走一趟 把他们咒骂一顿 帮你出口气 嗯 就是嘛 当初我爸啊 可是看在林董事长的面子上 常常你过去的耶 现在正敢逼你离职 哥 我看你这样 明天我跟你一起过去 好好把他们叫出一顿 你这样没问题吗 你现在好歹也是天鹅的职员人 没关系啦 柏林姐是个迷你的人啊 一定会站志弦哥这边的 大不了我一起辞职 自己试自己啊 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吧 如果你真的辞职了 我才真的过意不去 你们不要这么生气了好不好 志弦哥 是我们来安慰你 怎么变你来安慰我们呢 好啦 好啦 不管是谁安慰谁 今天晚上我们三个 一定要喝得不醉不归 来 来 敬志弦 敬我 干杯 哥 你这样一口是要干啦 不是你说要干的吗 好 那我也干 对嘛 这样才对 来来来来 继续喝继续喝 嗯 嗯 嗯 严叔,你找我啊 我问你,之前离职的事情 是不是林庆天那家人干的 你也知道了 之前是被人逼走了吧,没错 他们想铲除林董身边 所有的义气,一个都不放过 严叔,你还好吗 我没事,我准备下班了,你呢 快了,我等着送柏林小姐回家 好,那我先走了 我还是和你永远在一起 哥,起来啊 起来啊,怎么一下就醉了 很逊耶 静伟,你也喝不少了 我看今天就这样吧 不要再喝了 我没醉 我还可以再喝 真的 你没事吧 你先躺下来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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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智贤哥 我和你妹妹好不好 妈,你在说什么 是真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在一起了 对不对 你喝醉了 我送你回家吧 我没醉 我是说真的 你不要以为我想接近靠近你 以前啊,我是喜欢你 都是骗你的 我只帮你当玩具而已 你不要相信哦 好,我明白了 只是玩具而已哦 我知道,我不会忘记的 走吧 到家了 静伟,你怎么了 你不舒服吗 其实 我是真的喜欢你 是真的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可是偏偏我却做了好多错事 受害了你 我受害了博音 智贤哥 你一定在讨厌我,对不对 我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以前当我做的错事 我都觉得我真的要难过 我一直很想弥补博音 但是我真的好羡慕他 我一直在讨厌我 智贤哥 我对不起你 你原来我好不好 你不要不理我好不好 你们不要不理我好不好 好 告诉你 智贤离职的事情 跟沁天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那个大妈逼走她的 你大妈 就是那个国外回来的老太婆 就是那个老太婆 她是一个战有欲极强的女人 只要有她在 谁都别想靠近我爸 之前是她逼走的 这整件事情跟沁天无关 你懂吗 好 就算是这样子 我也要找你今天报仇 你记住啊 你答应要帮我的 那你也有点耐心行不行 林庆天已经捅了这么大一个洞 眼看她已经自身难保了 你就等她下台嘛 到时候你爱怎么对付她 就怎么对付她 我不会干涉你 这样总行了吧 好 我可以等 但是我不会等太久的 自贤哥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公司的黄总叫我来送文件 是这样啊 不好意思耶 我真的喝醉了 没有闹什么笑话吧 你是真的喝醉了 问我说什么不该做的话 没有 问我做什么不该做的事 也没有 是吗 我真的什么都没说 什么也没做 真的没有 吓死我了 怎么了 你吗 没有 下次我哥 让你喝酒的时候 记得找我哦 我去天鹅上班了 拜拜 怎么你也来了 球远 你也约了大哥吗 没错 我同时约了你们两位 大哥 坐吧 弟妹 你找我们来 到底什么事啊 很简单 我只想告诉你们 我决定离开林家了 不是住得好好的吗 你为什么要离开林家 我为什么要离开林家 你们应该很清楚 至于 我将来要去哪里 我想你们也没有兴趣知道 不过 不过 在我离开前 有一件事情我要弄清楚 我希望你们两位 可以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好啊 你可以说说看啊 看什么事啊 我已经知道 当年青山的死 跟你们两位有关 其实你们两位 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对不对 我说的没错吧 放心好了 我不会告诉爸的 没错 当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我的确有个冲动 想要告诉他老人家 可是我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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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不忍心 因为这个事实 对他老人家来说 实在是太残酷了 求偉 有什么话就直说 不要拐弯抹角的 好 我问你们 为什么妈跟博英 认为当年那件事情 我也参与其中 这是不是你们搞的鬼 真的是你们 你们真的是太过分了 你们把我拉下水 让我挑进黄河也洗不清 你们 你们真的是上心病 枉到几点了 秋燕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总之 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只想说 其实你 你可以不用离开林家 我们不会亏待你 秋客 我可能在留下来吗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现在看到你们两个 就想冲 怎么办 她要是留下 我们岂不是更麻烦 你 别你压我 这整件事情啊 归功你妈 她可是帮我们除了一个后患 我说大哥 你怎么不学学你妈呢 她多能干 我还是和你永远在一起 其实我一直默默在你的身后 你为什么拉着情理箱 难道你打算离开林家 我考虑了很久 想不到第二个方法 我要是继续留在林家 会造成很多人的困扰 我不喜欢这样 真的 我不喜欢为难人家 也许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 可是 你不是才跟薄英相认吗 你这一走 不就又见不到她了 夫人 你判她判了这么多年 你真的舍得离开她吗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就当做我们注定无缘吧 夫人 对 我这有一封信 麻烦你帮我交给薄英好吗 谢谢你 再见 对了 我听薄英说 她准备把你纳入她的团队 我想她已经告诉你了吧 她是有这样说过 很好 真言 好好地做 我相信有薄林 薄英 还有薄龙 将来的天鹅 一定会不一样的 我衷心地祝福他们 也衷心地祝福你 加油 真言 再见 再见 这是你妈要给你的信 薄英 我的女儿 我走了 很抱歉 妈等不到你成家的那一刻 跟你一起共住一个家 林家已经没有我容身的余地 所以 就算再怎么舍不得你 我还是得离开这里 独自踏上位置的里头 薄英 我亲爱的女儿 我盼了十五年 才好不容易给你给盼回来 没想到这么快 薄英大哥 又得跟你分开了 薄英大哥 不过 能再见到你 能听到你叫我一声妈 我已经很满足了 你的声音 你的笑容 我都会牢牢地记住 那将是我这一辈子 最美好的记忆 再见了 薄英 我最亲爱的女儿 我最思念的女儿 再见了 为什么要走 她是明明就已经答应过来 一起生活了 为什么她就这样走掉了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 这还能有什么原因 她就是被逼走的 就是被林家那些人给逼走的 太過分了 他們太過分了 阿公 你起來了 你要不要吃水梨 我削給你吃 很甜 好啊 薄英 你知不知道 你媽是怎麼了 怎麼好多天 都沒到醫院來看阿公了 聽你保住阿嬤說 你媽是因為感冒了才沒有來 可是都這麼多天了 就算真的感冒了 至少也該打個電話過來 薄英 老實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你媽並沒有生病 是你保住阿嬤不讓她過來對不對 你再不說 阿公可不要生氣 好啦 阿公 我告訴你了 你不要生氣 阿公 對啦 是保住阿嬤不讓媽媽過來的 我就知道 薄英 把你媽找來 說我要接她 看誰敢攔著 怎麼啦 怎麼了 媽媽呢 她已經離開林家了 弟弟說什麼 她是今天走的 她是今天走的 我怎麼樣都找不到她 打她的手機也不通 不過 媽媽是真的離開林家了 她的金色 她應該不會有一點 那麽 她應該是萬一的 她應該是她看看 又梁 你是不是不舒服 怎么闷闷不乐的 我一直在等 看你们谁先跟我开口 解释秋叶驴余佳的事情 怎么没有人给我一个交代 爸 我们也不是故意要瞒着您 秋叶她不告而别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解释 胡说 还敢睁眼说瞎话 秋叶明明是让你妈给逼走的 这干我什么事 脚掌在她身上 她连身招呼都不打就走人了 难道怎样怪到我头上来 你不承认是不是 好 我问你 秋叶不敢到医院来看我 难道不是你的意思吗 要不然 她明明好好的 为什么你要骗我说 她身体不舒服 我 好了 不用解释了 现在 我不一想的 就是赶紧把秋叶找回来 明白吗 青天 这件事情也交给你了 不论如何 你一定要把我的媳妇秋叶找回来 要不然 就唯你试问 是 一定是林博英告诉她的 这死丫头一直在我背后搞鬼 玉伯 你去打个电话 看能不能找到邱燕 把她叫回来 胡必打了 找什么找 这个女人死在外头 跟我们林家没有关系 可是妈 爸不是说 不管你爸说什么 现在林家由我当家做主 我说的算 一定要快刀才乱拿 不能让那死丫头接近你爸 妈 妈 你的意思是 要连博英一起赶走 没错 一定要这么做 不能让他留下来 阿公 保住阿嬷 阿公呢 林博英 以后我不准你再靠近病房一步 也不准你再靠近董事长 就这样了 你可以离开了 邱燕被林家赶出去了 我陪着博英一起去追她 为了就是把她找回来 可惜还是来不及 爸 如果我没有去找博英 而是直接在林家拦住她 然后告诉她 我就是她儿子 说不定 她就不会走了 爸 你不准我跟她相认 可是你知道吗 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离开 我有多后悔 我好想叫她一声妈妈 可是我就是叫不出口 我就是没有勇气 我就是没有勇气 总经理 赵总来了 周伟雄 请坐 什么事找我那么急 为什么要把邱燕赶走 邱燕嫁进你们林家 你们林家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 她从来不过问 她就这样任命的 做牛做马的照顾董事长 你知不知道 她犧牲了一辈子的青春跟幸福 到头来你们怎么对她的 你想想看 你把她这样赶出去了 你让她一个人到哪儿去 让她一个人怎么过日子 这是我们林家的事 应该还轮不到你过问吧 林总 你们连对自己家人都这样 无情无义 说翻脸就翻脸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的诚意 你让我怎么放心跟你合作 周伟雄啊 其实这件事 您是误会了 赶走敲宴 全都是我妈的意思 我也不赞成 而且我还有帮邱燕求情 可是我妈不听 我也没办法 你没办法要想办法 我警告你 你最好把邱燕找回来 要不然的话 林总经理 我们两个合作关系 到此为止 郑文兄啊 你想这样我就不懂了 邱燕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她 邱燕的老公 就是那个弟弟庆山 他跟我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庆山跟你是好朋友 庆山这么幼秀这么年轻 可惜这么早就走啊 我当然有义务要照顾她老婆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我告诉你 只要邱燕平平安安在林家当她的少奶奶 大家平安无事 但是如果 如果有谁要欺负你球业 伤害你球业 那就存心跟我赵正威过不去 等我意思 他找到 伤害她的 应该的 married 老婆 老婆 大都心吗 老婆 Levi 好 老婆 老婆 你不是說是你保住阿嬤跟別人走嗎 保住阿嬤不准媽這親阿公走過阿公 媽在人家已經沒有容身之處 所以她只好走了 她會這樣對付你媽媽 我一點也沒感覺到她 我聽伯玲姐說 媽之所以會留在林家 就是希望看能不能總有一天 可以再看到我們 我聽到之後就跑去找媽了 妳去找妳媽媽 我跑去找媽 看到她之後 我忍不住就抱她 我還喊了一聲媽媽 媽媽 妳不要生氣好不好 我不是故意要惹妳生氣的 這沒什麼讓我想起 其實 事情本來就會變這樣 媽媽 最近我贏了妳的便宜 我看見到妳媽媽 我看到她 同樣是我去市場 這麼善良 這麼幼稚的媳婦 她所做出來的 她都是真心的 根本就不是嫁出來的 阿嬤 我觀察林夫人已經很久了 我也覺得她真的是這樣的人 其實妳媽媽也是聰明的人 唱完這十幾年來 竟然她上去比 是她最信任的人 准說她要拚幾拚怪 妳媽媽這關就沒辦法倒過了 阿嬤 妳的意思是 我也是在想 妳爸爸要死之前說的那些話 我是不是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妳爸爸對妳媽媽有什麼五歲 妳媽媽其實是不孤 是妳爸爸不知道 阿嬤 那個誤會是怎麼發生的 我媽不知道 我怎麼會覺得事情好像越變越複雜 阿嬤 後面會怎麼樣 我真的都不知道 季妍 妳要替阿嬤 好阿嬤 母親 不可以讓她做事情 我知道 阿嬤是 妳是不是有什麼事情問我 阿嬤 阿嬤 今天 保住阿嬤已經警告薄英 她不如薄英 再跟董事長見面 我心裡 一定賣掉 要是出手了 事情變成這樣 是我最不愛看到 我跟薄英 阿嬤 會閃就閃 會味就味 她僅做得有夠了 現在 她近年不要向薄英 接近人說 這樣是算什麼呢 她連她要這樣 要開箭就開箭 我沒想到客氣了 我跟薄英 跟我合作 憑妳繼承天河的三分之一股權 將來我們肯定有合作 她要給薄英三分之一的財 她要給薄英 我這家也不會拿 我還要錢 沒有要頂誰 我 林薄英 決定放棄我在林家的所有 才殘忌成全 好了 我可以回醫院看阿公了嗎 這個女人 心裡面好像有什麼話要說 難道說 我們林家有十五年前我不知道的秘密 要關閃門 關閃門 結束一天的旅程 眼前出現的 不是無頂的燈 看你灑爛的側臉 心底堅定的誓言 要守護你到永遠 朋友總給我一堆理由 要我別再為你難過 他們只是不懂我太多 愛上你的理由 其實如果一直默默在你的身後 每天深夜都會數著星星到你的星座 在心裡脆弱把你守住 忘了自己的走 從很久以前到以後 都堅持愛你沒錯 其實開著你還是長能足夠 也許我會不會再為你